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凡妇恶做奴隶的 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 免得神的名和教导被人亵渎 奴隶若有信主的主人 不可因他是主内弟兄就轻看他们 更要越发服侍他们 因为得到服侍的益处的 正是信徒是蒙爱的人 你要教导和劝勉这些事 若有人传别的教义 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 与合乎敬虔的教导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争辩 善于舌战 因而生出极度 纷争 毁谤 恶意猜疑 和心术不正 与丧失真理的人不停地争吵 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其实 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一有十 我们就该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诱惑 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欲望中 使人沉沦 以致败坏和灭亡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因贪恶钱财 而背离信仰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要追求公义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要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照 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那次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 并在向本丢比拉多 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你 要守着命令 毫不玷污 无可指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到了适当的时候 都要显明出来 祂是那可称颂独一的全能者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他 阿们 至于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你要嘱咐他们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赖 靠不住的钱财 要倚靠那厚次万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分享 为自己积存财富 而为将来打美好的根基 好使他们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泰亚 要持守所给你的托付 要躲避世俗的空谈 和那假冒知识的矛盾言论 有人自称有这知识 而偏离了信仰 愿恩惠与你们同在 并非识议 您离识